英老师,今天我们新的节目,主要我们新一集的节目里面,你相信可以讲些什么题目,或者比较中硬一点,介绍香港楼市股市方面的趋势,或者你觉得是怎么样? 首先,现在目前香港疫症的环境,很多人都很关心股市或者楼市怎样看,所以我会比较重点式解释一下,目前现在这个环境应该注意什么, 如何攻守的方法,或者是预测一点,未来的楼市怎样? 但其实现在每个人都在争拗,因为现在公开考试已经开始籌备,即是准备,五月头就开始考,但如果你觉得考公开考试,你觉得适不适当这个时候考? 如果你做得一个,以疫情来说,如果你做得一个很好的准备和隔离,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,只不过这些人是政府方面在这里面糾线不清而已,对付你如果是怕感染或者各方面的东西,而拖延了教育的这个程序,你只要做好你的隔离功夫,我觉得, 应该有这么快可以恢复这些考试和上课的准备,但如果你说上课方面,你会不会赞成? 先高年班,然后先到低年班,今天也有说到,澳门都逐渐在五月左右会全部复货,但你觉得,其实我们香港和澳门的相差, 回复那个状态的状态,你觉得有什么情况? 基本上如果以逻辑来说,不同的地方应该有不同的景况,我也不会说那么刻意去批评别人对方的快慢的问题, 只有能够适合自己的地方的角度上尽快,或者稍为慢一点,没有问题的 那师傅,来到我们这一集,讲香港的命运的下半年,即是一个最后的时间 那其实,就是刚才听你说的,很多东西都这样不好,那样不好,那样又不好,那样 其实,你有没有一些什么的结语,或者一些建议,或者一些总结给我们的观众,我们的香港人? 我純粹以原科学角度来答复过 我建议真的都是忍一时之气 设计不要心大心小去做一些赌博性的行为 因为在2021年的上半年 虽然会稍为转好一些 在运程方面来计算 在整个运程的形势里面会转好一些 但针对于古门方面的确是明年的危险性更加大 这是我个人的结论 好的 今集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盈光幕照舊 我们的右边就是我们的欣sir 然后盈光幕的左边就是我们的主持卡尼 好的 第一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集我再请教欣sir其余一些玄学风水上的问题 好的 下次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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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